据台媒消息称 5月2号下午 台湾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派幕僚 前往台湾民众党中央领表 并将在8号登记参选 2024台湾地区领导人 外传 柯文哲还会在20号举办记者会 亲自宣布参选理念以及两岸论述 据了解 5月2号 台湾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派幕僚 到台湾民众党中央领表 缴交5万元新台币费用 之后将准备35名以上党代表的联署书 暂定8号在党内登记参选 2024台湾地区领导人 台湾要想办法走出 那个蓝绿互斗的这种迷导 据知情人士透露 柯文哲还将在5月20号举办记者会 由他本人宣布参选 台湾地区领导人的理念 以及两岸论述 贊成这种下降民进党或者是非绿联盟 柯文哲领表也被外界认为 是蓝白河破局 对此 柯文哲核心幕僚强调 蓝白河做喊了几个月 却没有具体项目 让支持者怀疑是不是利益交换 这不符合柯文哲的核心价值 加上他的支持度有20% 观察后续发展 没有理由冒着风险 甚至灭党的罪名弃选 未来柯文哲将和侯友宜 郭台铭保持等据 也没打算对蓝英家务士表态 无论谁出现 届时反对势力都可以是争取的对象 相关类似蓝白河的议题和消息 不断地被抛出来 我们没有办法一一地回应 目前民众党依然会按照自己的选举步调 以及期程来做规划